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天理報告 我是陳紹偉 今天是佛誕假期 亦是我們一年四日假期的第一天 其實來說 我們預計這個假期 都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天氣比較炎熱 星期五、星期六 有機會局部地區有些驟雨 我們一起看看 今早早在維港看出去 見到天空有些薄薄的雲層覆蓋 不過預計日間來說 一直的雲量都會減少 因為現在整個區域 都受高空反氣旋的控制 高空反氣旋帶來一些下沉的氣流 亦不理雲的大量發展 所以預計日間都會見到比較多的陽光 我們今早大部份地區的相對濕度 都是在百分之八十或以下 日間預計溫度上升 相對濕度會進一步下降 天氣比較乾燥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都是生效 而預計今天最高紫外線指數 有機會去到十一個甚高的水平 所以今天如果去戶外活動的時候 都要留意幾件事 第一要留意小心火腫 慎防火災天氣比較乾燥 以及要做足防暑和防曬措施 多補充水分 仔細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今天會是大致天晴 日間天氣是炎熱和乾燥 市區最高的氣溫預計上升至二十九度 而新界有機會再高一兩度 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 我們亦展望未來幾天都是部份時間的陽光 天氣是炎熱 而下週初看到氣溫的預測圖 其實下週初氣溫會進一步上升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裡 再見